去年底蕭美琴從美國 反台拼大選帶回四隻愛貓 當選副總統後 傳出她在520就職之前 將低調赴美 除了準備搬家事以外 也計畫拜訪在美國的親友們 據瞭解蕭美琴 副美是私人行程 多以探望在美親友為主 因為等她就職後 就沒辦法輕易到美國 但蕭美琴有準副總統身份 是否會見到美國兩黨政要 或是幫準總統賴清德傳話 替賴清德拼外交都備受關注 因為美國也準備進入大選 關鍵階段 更要趁機打好未來的臺美關係 身為副總統相關的出國 都有相當的限制 如果不能去探視 就是在美國的親友的這種委屈 我想美琴她也都能夠來容忍 其實過去賴清德在2020年 就曾以準副總統身份 赴美訪問到華盛頓出席 全美祈禱早餐會 儘管當時賴清德說 是以個人身份應邀出席 但也跟其他美國政要互動 當時更跟時任駐美代表 肖美琴何以同框 只是說肖美琴這次去呢 可能美國會對於在賴清德就任之後的 一些外交的舉措 尤其在兩岸關係的說實上 可能會給她一些規範之外 也會給她一些支持 肖美琴就職前赴美引發關注 而她未來也將協助賴清德 持續深化台美關係 再來就是華盛頓出席 由台北參謀島